安东尼明星堂的话题之前堂无数遍了 现在来看基本上越来越稳 而且他打的年头也确实够长 对不对 打的年头确实够长 空有年头肯定不行 但是安东尼呢 他不光是空有年头 现在仔细一回讲呢 之前那会儿我们或许 为什么过于看见安东尼呢 因为他这个03一代呀 三大杰素青年 勒布朗·詹姆斯 德文维德 那俩太过闪耀 对不对 一个是年纪轻轻 早已捧得奥布兰北 另一个呢 则是直接奔到了这个 第二球王的 这样一种极高的宇宙级位置上 那这个安东尼就显得呢 好像说极其错 但是其实他也没有那么难堪 对不对 人家也拿过一届NBA得分王 也不是那简单 再者一点呢 率领球队也不是年年止步首轮 说白了安东尼啊 你真说跟克里斯保罗相比的话 其实你仔细一看 安东尼应该啊 是比克里斯保罗更硬的 人家打过侧轮 不枉打过侧轮 西部 是不是 率队干过分区决赛啊 你坚持你这么一衡量 安东尼说软呢 打的年头也不比保罗差 总得分呢 也是极其表悍 放下历史 他也是头一排的 所以呢 你个人成就这块 人家有得分王在手 你其他的 以克里斯保罗能拿得出来的资源 来判断的话 是无利于应对的 再者一点呢 帅领球队干击西部决赛 你必须得说那是安东尼帅领的 你说什么那个 呃 这个比鲁普斯帅领的 安东尼你必须得讲啊 他可不是如今不成器的德文布克 德文布克现在阶段 你可以说他仍然是不成器 因为什么呢 之前保罗没来 你是一年基于赛都没打过 对不对 呃 目前为止 他也是没能在更高级别舞台 证明自己 你可以说德文布克不成器 但是卡梅兰东尼呢 基于联盟之后 基本常年打季后赛 所以呢 那就是他的球队 他的球队 球队也绝对 苏利他为绝对和喜 比鲁普斯那会儿有点年迈 你来了一个球队 早已确定的 这么一个当家领袖身边 当然是辅佐属性 而且那一年的西决 安东尼表现一点不随 对不对 厂俊得粉 高子高笑 所以呢 人家干净和西举 东西举呢 激活塞当中都有作为 横跨两档 联盟分举 你像这种表现呢 以及个人掌握的层次啊 比克里斯保罗还是一样 所以保罗要是能进明镜堂 安东尼也没有问题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